今天给大家带来,由盘古模型最新出品,TT07红狮子烈焰之刃,实物简单分享展示,注意了视频景产品展示非专业评测,那么还是有请咱们1G元祖出厂一下,产品配件方面,多对的软胶造型手,一个样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替换头部,两边天线可摆动。 至于造型方面,相信不用我介绍,大家都知道,那天晚上谁和谁都喝醉了吧,产品整体的漆面表现还是蛮不错的,要是再多一点一印标志会更好看,那么如果造型5分满分的话,电视机前的观众们,你们觉得值几分呢? 可动方面,头部左右平转没太大问题,低头抬头效果偏弱,直接拔出头部,便可换上替换头。 两边看似肩甲的配件其实是背包来的,这样设计估计都是为了一体变形的原因,手臂上台直接超90,手肘弯曲能达到摸肩效果。 手腕处的爪子能下翻平转,都是为了变形而设计,腰部可360度平转,但是其他的可动就没有了。 侧裙甲为球形连接,可大范围摆动,并且两边的侧裙甲可整体向后翻,可避让大腿的各种干涉。 侧裙甲上会有一个安装孔,把红色配件装备上去后,便可把武士刀挂在上去。 大腿前踢可达90,后踢约为45,侧踢约为90左右。 因为可变形原因,屈膝效果还是蛮大的,脚掌为大球关连接,同样因为可变形原因,所以在各个关节的可动幅度都非常大,接地性也很好。 至于背包方面,两边都是带有多可动关节,左边为狮子形态下的尾巴,人形态下可以作为武器鞭子来使用,尾肩小范围可动,右边则是一个巨大的狮子头,四周围的金色棕毛可展开。 嘴巴也是可以张开的,武器方面,两把可搭载在侧裙甲上的太刀,一把相对稍短的打刀,最后就是一把造型也相当熟悉的,巨型双手斧头。 至于变形方面,先把头部拆掉,左边肩胛往后移,再向下作为尾巴部分,右边肩胛移动到头部的位置,展开所有的鬃毛,感觉这样也可以作为半狮人形态,然后就是两只手臂变为狮子前爪。 后腿平转后,再进行一次屈膝,脚掌向上弯曲后再进行一次平转,脚尖再向上翻,脚后跟再向下翻,最后再调整一下整体效果,这样就变形完毕了。 最后原本的太刀也能装备在身上,这样看起来有点像索斯兽的感觉,那么我今天的新品简单分享展示,就到此结束了,感谢你们的收看,咱们下款新品再见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